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本周上映的精彩新片 跟着飞龙上山下海 迅龙高手2来咯 经历了五年 小小男主角竟然变成了帅气的男人 与他的恐龙搭配出完美末迹 并展现新的冒险意外发现了新的龙族领土 还找到了失散的母亲 主角一家人终于团聚 并且合作对抗20例保卫龙族的安全 接下来古天乐主演的Z风暴揭开香港的洗钱手法 最大的贪污案件 你还没有想到明 帮我来拿ICAC来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这一张是法庭的亡 你唱了 培政党的包屎 我都不想见到警队有贪污的传组 这个词人可不相信的 我就不相信 以赛基金的这件事 已经不只是反贪的问题了 以ICAC廉镇公署打击贪污罪犯为主题 男主角带罪的香港廉镇公署 接到警官的贪污之后 调查时发现一个埋藏已久的惊天阴谋 最后到底能不能够顺利征破 再来改编日本时代剧的电影《猫事》 浪人剑客接到神秘委托 杀害传说中会迷惑人心的妖猫 这些妖猫的妖猫 肯定是 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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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有断了 想不到挥刀之际 被小猫咪的双眼也融化了 决定偷偷饲养这只猫咪 无视的猫咪日记 最后能不能够保护心爱的猫咪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才开始得了转机并得到出版的机会 她的作品充满了露骨的情节 受到观众喜爱 为当代女性带来不一样的情话 以上就是本周新片 祝大家周末愉快 然後告訴你